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星期日晚上11點59分發出聲明 說要補充物業投資活動的情況 他說在1994年作為警戒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 知道買入的大角咀單位是有分租租約的物業 又說自己在97年10月辭任董事 沒有跟進物業租務情況 對於較早之前就他和他太太 持股擁有的大角咀物業承租人涉嫌違規改建 經營劏房一時 作出不知情的回應 只是針對物業的現況 陳茂波承諾在任職發展局局長期間 和太太一樣除了自用之外 會絕跡香港的物業市場 以色公眾而慮 外界認為對比陳茂波較早之前 聲稱自己對旗下物業 涉嫌違規改建 經營劏房一時 全不知情 今次是反口 處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多次被記者問及事件 都拒絕評論 林鄭月娥說 當局沒有打算再安排 政務司司長開記者會交代事件 香港歡聞電視記者韓榮生 好猶說 第一次被告 發展編